金山区永新里三林有一处民宅旁边 有一处国防部空军飞弹营在40年前所建造的蓄水池 因为这座水池在5年前就已经废弃不使用了 军方也弃之不管就任其方荒废了 当地的里长就表示这深度超过两公尺的水池 在日前还发生了野狗失足而溺死的事件 如果说是小朋友掉下去的话 后果就会不堪设想 位在金山区永新里三林的路上 就在民宅旁边有一处国防部空军飞弹营 在40年前所建造的蓄水池 由于这条路就是通往飞弹营区 而营区的位置就处在山头上 当时官兵的生活用水都得仰赖这两座半山腰的蓄水池 不过根据附近居民表示 这座水池早在5年前就已经废弃不再使用 但军方也就弃而不顾 任由荒废在民宅旁边 这深度超过两公尺的水池 在日前还发生过野狗失足而溺弊 若是小孩掉落后果更不堪设想 拨那只把我掉下去 要死去 听我们再拖 那也要来得到 但是那个水深大概都有两米以上 它已经没有再使用了 那如果说有小孩子或是有人跌下去的话 会造成这个安全上的这个顾虑 所以说在公所开联系汇报的时候 有曾经建议过 然后透过公所也有新闻给 他们这个军方的相关单位 在去年也有派人来会堪 但是已经事隔将近一年了 到现在都还没有做一个处置 所以说再次的服务我们军方 一样再要做一个处置 看是要把它拆除 还是要周边把它围起来 或是要加盖 眼前的水池看似平静 但满水位时深度将近两百公分 也就是比一个成人的高度还要高 而且里党担心上次掉下去的 不是野狗而是民众 那军方是否要负这个责任 况且去年也请区公所新闻到国防部 将蓄水池加盖 但是在现场会刊之后 到现在也还没有下文 里长在汇报中也向区公所提出这样子的问题 而区公所也向国防部行文要求改善 但如今都已经过了好几个月 对于空军飞弹营的态度 地方直批真的是草菅人命 把营区附近的民众生命当作开玩笑 里长也希望国军能够尽快地将这废弃的水池加盖 不然就是拆除 以避免遗憾的事情发生 记者许端一金山采访报道